每个角色都会有难度 每个角色都会有难度 因为你要从一个完全不认识这个人物 一直到走进他的世界 或者让他变成你 或者你变成他 现场需要高度的专注 因为严建刚导演比较喜欢创作的新鲜感 他需要演员 不希望演员来很多遍 他需要最开始的那几遍 最初的那个记情也好 那个第一反应也好 最激进的东西也好 最鲜活的东西 他要靠几个镜头 他布置了很多机位 要靠那个捕捉下来 所以的话 一个是前期的这个准备功夫要做足一节 然后另外一个在现场的时候 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专注力 当演员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 觉得戏很顺的时候 其实已经假了 他是怕这个 就是变成一种你说上一句 我都知道下一句 然后我所有的反应都是 我都是设计感很严重的那种 就是我都知道我下面要怎么设计 怎么设计了 就是心里很踏实那样演的 他想追求的可能是更偏计时一点的 更偏记录片一点 在完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 只是我要求你是这个人物了 你是这个人物了 然后来 我们在那个地方打出了一个高下村 然后选择一个其实挺难搭的一个地方 非常有错落 有层次感 同时那个景色很漂亮 最重要的是那个地方人比较少 来自于外界的干扰和声音很少 所以等于像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 一个像剧本里描写的 室外桃源那样子的一个地方 非常有利于一帮人聚集在那里 进行一次创作 我们演员就是在窑洞里边的休息室 大家所有人在窑洞里边疯狂的对词 因为在现场没有机会 给我们冲来好多遍 我们知道我们的机会很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在底下多摸一摸 新鲜 好玩 刺激 然后同时因为你这个东西 就像做游戏一样 它是一种挑战 你有挑战了以后 才会激发你身上的很多沉睡的因子 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要从事影视这一块 但是我当时还不确定 我能干演员还是做导演 还是要当编剧 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到底是哪 但是我知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 我很喜欢写作文 我会把每一篇作文 都是按照剧本的形式 和对话人物的这种方式 每个作文不都是有一个主题的吗 用这种对话和人物关系的方式 把这个主题给体现出来 那么我们当时的高中的班主任就很支持我这种做法 很鼓励我 然后每次拼分还给我比较高的分数 就是想鼓励我 所以我很感谢他 我们班主任就语文老师 所以一直以来我对于作文 我对于文章 我对于这个东西 里面有很多高嘉玲符案写作创作的这个过程 我是很熟悉的 我本身又喜欢画画 然后我对于纸和笔 是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 我到现在我不会用键盘打字 我会在手机上这么摁 但是电脑上这么敲 我不会敲 所以在我心目中 字就是应该有纸有笔 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 但是我觉得起码我在演高嘉玲的时候 在演福安创作的时候 在天马行空的想象 在台灯底下分笔七书的时候 我是能回忆起来 我上学时候的一些场景 很多憧憬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 是坐晚上的那班八点钟的车 然后坐一夜 坐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12个小时吧差不多 然后到北京 然后一觉醒来以后 看到外面天慢慢亮了 然后进北京站 很多憧憬在里头 因为优秀的太多了 然后专业好的太多了 然后得多一点 多一点时间去思考 更多的是动脑子吧 是怎么去 怎么在这个上面能够让自己去取得进步吧 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经历吧 经验啊 经历啊 我觉得感悟啊 多了以后对于你演戏肯定是 是有帮助的 有好处吧 但是同时也不能 也不能说因为经历多了 因为经验多了 而把以前的一些青涩和稚嫩的东西给 给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不好的 就扔掉 应该保持住 应该同时具备 就是你能够 还能够回忆起你当年最初的那个模样 但是同时你身上又有了这份经历和感悟 对于你没有了 能够回忆了 我能够回忆起来 是什么 你能够回忆起来